还不清晰啊 那小子就是摆明了 跟李尚游串通好摆 咱们一道 我们干吃俩个亏 你说句话呀春生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 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 而且 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 也得他这边先驳回 才能走程序 那 那合着我们 点灯熬夜的赶工 都白费了 跳哥 先别急 都什么时候了 就别打雅弥了 春生 都这种时候了 你不会还想着 他是咱们的兄弟吗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程庸俊了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程庸俊了 是被资本彻底腐蚀 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 兄弟钱 都是以前的事了 他再这么发展下去 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 我们再好好想想 看怎么解决吧 这一切呢 是